花莲青年艺术家黄俊荣今年1月份特别参加瑞典基鲁纳国际雪雕比赛 以及法国瓦鲁瓦尔国际冰雕竞赛 他也是今年全台湾唯一受药参展的艺术家 反国后他特别是拜会了花莲市长魏佳燕 以及市长分享他的创作历程 今年26岁的黄俊荣从小受艺术薛陶 在花女的美术班到台一大雕塑系 他擅长着金属艺术 在他参与各种雕塑创作过程当中 也认识到许多国外艺术家 更有机缘参加国际型的雕塑创作比赛 在桃园地井艺术节那时候当助手 然后就刚好认识一个法国的金属艺术家雕刻家 就是之前做台湾北回归县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 然后他叫Jules Apert 他就有跟我说他们国家 就是他自己也有参加过 然后他们国家有一个冰雕创作营 跟雪雕创作营 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把报名比赛文件丢给我 然后让我们看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过去参加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姻缘机会 然后我就想说冰雕真的是没有尝试过 而且也不知道刻起来到底是怎么样 在台湾好像真的是没有人去做过 其他艺术家去做过冰雕的创作营 那时候我就画了一个草图 就想要把台湾的东西 甚至花莲的东西带出去 到他们那边去创作 黄俊荣今年1月份分别参加了 瑞典基努纳国际雪雕比赛 还有法国瓦鲁瓦尔第31届的国际冰雕赛 他也是全台湾今年唯一受邀参展的艺术家 返国之后他还特别拜会了市长魏家燕 和市长分享他的创作历程 对于黄俊荣年纪轻轻就有这么优异表现 魏家燕也颁发感谢状 肯定他对艺术文化推广的努力 今天很开心看到俊荣 那其实也是有人透过脸书的关心 然后请我说跟我说 俊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优秀的艺术家 然后到国际去做很多的作品参展 那我想今天就请俊荣来到公所来 我们未来华联市的一些艺术 我们来做一些研究跟一些讨论 那也希望说就俊荣这个部分 在国际的一些 不管是参展的一些经验 跟一些想法 未来我也希望说能够分享 给花莲市的一些孩子们了解到 说要走出去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未来借由他的分享经验 让大家都能了解花莲 是一个不错的 不管是在人文 不管是在艺术 或者是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些风貌 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有更多的 不管是艺术家 或者是我们希望把我们花莲在地的艺术家 送到国际去比赛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黄俊荣向魏佳燕细数他的创作 每一件作品都令人惊艳 魏佳燕除了赞赏不已 也期望黄俊荣能够继续创作出 更多令人振奋的作品 向国际宣扬 也希望他的艺术长才 未来可以和花莲市结合 未来市长也会邀请更多艺术家 一起把花莲打造成为艺术城市 绝蜗汇幻市报道